你好,我是香港的甘生子,阿欽 春节快到了 很多朋友也会问我 在2015年他们的运程是怎么样 哪一种算法比较准确 八字,它的准确度只剩八成多 原因是因为它的组合超过一百多万种 没有五代十国 十指贫的指贫八字,他们所钱 是唐朝以来,古人算命其中一种方法 就是用那个年之 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心肖 如果我们用心肖来算命 只能谈到神煞 就是我们说的直升和胸升 这是所谓的神煞 其实也是暗年不停的循环 所以它本身就已经有它的决限 后来有人把八字里面的十神套进去 这是我们说的 笔尖,劫财,十神三观 正偏财,官杀和正偏硬 你肯定会想呢 现在全世界人口超过七十三亿 怎么样也不可能 只有那区区的学者认成,对吗? 华虽如此,新年用心肖来预测来年的认成 在我们华人社会里 早应成为传统习惯 就好像我们在春节 派哪个红包 用哪个红包把哪个年兽赶走 要不我们现在马上参考一下 2015年,狗狗生肖的运程是怎么样,好吗? 苏狗的朋友有1946、1958、1970、1982、1994和2006年 以立圈过后为准 2015年为一位年牧羊年苏土的 太岁为阳心代将军 苏狗的朋友在2015年是行太岁 认成一般 部分苏狗的朋友在2014年的11月和12月的认成 早已经开启即逝 在2015年要咬紧牙筋 虽然怨程不太理想 但是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每一年12生肖那也有4个生肖会放太岁 太岁其实是木星老个太阳公圈所产生的磁场 木星老个太阳公圈一圈大概要12年 古人以木星的鬼子和学生肖作对应 其实只是一些奇产的问题 不真的有个太岁跑出来害人 有宗教背景的人可以把它交给天神 押忍押忍耐输 活着去设太岁 没有宗教背景的 只要多做上司 防止小心就可以了 苏狗的朋友在2015年 会经常发脾气 而言真实 不管是认识的人还是不认识的 不要跟人家理论 要人继续可耻生财 以国为贵 争执只会影响你的自治的认识 要是你是对的 还是有理说不清 一眼难尽 只能用平常心 继续太一步 海阔天空 不要跟那些小人之交 即生有太阳 堂腐 堂腐 第一节 太阳是属阴的 是女性 苏狗的朋友在2015年的贵人 大部分是女性 只要你没有争斗在堂腐下 工作方面 会处于上风 另外听解 可以帮助苏狗的朋友 解决难题 凶生有高神 灌输 脚杀和王帆 高神 灌输 都是一些麻烦 困理处于 禁忌 进退两年的决命 脚杀和王帆 也是一些麻烦 来自身边的人 例如 桃花节 给朋友 活着 生 轻人 偏钱 苏狗的朋友 在2015年 还要小心 是非 会影响你的食物 肠鬼 和消化系统 尤其是1958年和1970年出生的人 要特别留意 要特别留意 浓烈的三六八和12月份 到底还有什么吹捷 避凶法 风水不绝 常情可以浏览我的官网和土豆瓦 最后 最后祝大家 崖民好运 欣赏四层 身体健康 财云滚滚来 涪 心肚圆